弟兄姊妹,听他们分享,有没有很多供应呢? 太好了 他们的分享真是叫我们这一班 被耶和王、被神所救赎的人 必欢乐欢差的来到喜安 阿们 他那首诗歌说 祷告是向主献上新香 如今是接受主的亮光 然后呢,颂扬主恩,主爱无家 我就将主饱茶 阿们 还有就是我们颂扬主的恩赏 主灵就得欢畅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读经,我们祷告 就是来接受神 祷告是向着神献上新香 如今是向主来接受亮光的 再来呢 他说我们还要歌唱 这歌唱就叫我们这一个人得事吧 这个以赛亚说非常特别 到末了这几章 他告诉我们说 从第五十七章开始 在以赛亚或者在神的眼中来看 以色列人只有恶人跟义人 那你想恶人属于哪一种? 这样子 阿们 恶人 很凶啊 讲话都很粗鲁的人 不接触神 不接触神 他真是有启示 在神的眼中来看 恶人不是很凶 恶人就是不来接触神 在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 不来接触主之后 一段时间我们就变成财狼了 本来还是羊 不接触神很快就变成狼 所以在以赛亚书 他就告诉我们说 一人跟二人之间的差别 二人他很忙碌 他也献祭 他也照着神所说的方法 他不仅献祭 他非常的忙碌 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 他是恶人 另外 一人必须做几件事 他必须要守安息日 上一周我们讲到说 真正的安息日是什么? 真正的安息日 就叫我们这一个人 停下自己 阿们 我们停下自己 然后我们转向神 我们来亲近神 我们来和祂 阿们 弟兄姊妹 安息日要不简单呢? 阿们 真是忙啊 喔 主耶稣啊 阿们 才刚忙啊 福音节节 喔主阿们 乐会又来 阿们 会不会这样呢? 还是你们 感谢主 一切都加在主的手里 阿们 我们是需要这样的操练 真正的安息日 就是叫我们这一个人 停下自己 阿们 我以前一直都知道说 尼托森弟兄讲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始 阿们 一直查圣经 从来都查不到圣经到底在哪里出现 阿们 后来慢慢有起始之后 原来人的尽头就是我们对主要有起始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 不再是我 阿们 弟兄姊妹 安息日是什么? 我们来守安息日必须是 停下自己 不再是我 什么叫做神的启动?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阿们 阿们 所以在第17章 这里 刚弟兄 里面享受祂 当我们注留在主里面 我们同靠祂 我们就享受祂 我们就承受祂 作为我们的地图 自从这个地图 要成为我们的产业 就是宇宙的高山 这是以赛亚告诉 底下 他就说 耶和王要说 你们要修主 修主 要必备道路 将绊脚石 从我百姓的路中 拿起除掉 这里讲到绊脚石 为什么需要修主 因为神渴望我们来亲近祂 我们来投靠祂 来享受祂 但是 我们真正的问题 我们的障碍 就是 我们不太喜欢来亲近神 会不会觉得很麻 但是不喜欢亲近神呢 主啊 好 你们有没有诚心 诚心是我们来享受主 底下 他就告诉我们说 除了诚心之外 我们这个人 应该就是 第十五节讲 那 英文啊 至高至上 住在永远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必住在至高至胜的所在 这位神在至高至胜的所在 也与灵力痛悔悲为的人同居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来接触主之后 不仅我们要来摸着主 也要让主来摸着我们 主摸着我们 会叫我们这一个人的灵 向神为感 我们的灵会卑微 他就讲说 我要使卑微之人的灵苏显 使控卑之人的心苏显 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 如何能苏显 就是当我们来接触主 不仅我们要向主敞开 来接触主 享受主的话 在享受的过程当中 要让主 借着祂的话 来摸着我们 就如如玛利亚所说的 我的灵尊主伟大 我的灵成与神 我的救主为乐 为什么会说 我的灵成与神 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在祂的灵里碰着神 一享受神之后 祂的心尝到主了 祂的心被主摸着了 所以祂就说 我的灵尊主伟大 这里就告诉我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来享受主的时候 千万不要进来 只有到 橙色扁的桌子 这里而已 我们享受 橙色扁的桌子 那个扁 要成为我们的贡猿 祂的画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当我们享受到 这个画之后 还必须来到灯台这里 灯台 叫我们这个人 接受主的亮光 一个人在光中 他就不会在黑暗里面 底下他就告诉我说 如果我们若是这样 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人 因为神讲说 有一班人 这一班人 大概你所照顾的小小羊 他因贪得无益之财的罪孽 我就发怒击打他 我向他眼面方 他却仍然行走几路 随心被盗 主啊 这像不像你照顾的小羊呢 主啊 不要说小羊 有时候连我们自己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们这次就要主来修剪 他就讲说 但是神硬是说 我看见他所行的路 也要医治他 也要领导他 使他和那为他伤心的人 再和安顾 是 许多人他是偏行其路 我们想要照顾他 他觉得不需要 我们觉得应该去喂养他 他觉得不需要 这是不是偏行其路 就像上一周我讲 你们有没有比我凄惨 大概将近150位得救 在台北南京东路 一个礼拜 一周当中 三四个晚上 常常在那压马路晒月亮 找不到我们想要在哪里 但是就在那时候 我常常听你 主啊 感谢你 那时候很想唱一首诗歌 就是 主耶稣没想到你 我心愿许爱 神愿立刻被离到你可爱的身边 虽然 真的是 藏不到 好像常常喂养不到 但是我真是主啊 有你在 我就觉得非常的喜乐 那 这就是讲说 当我们这样享受主 我们的嘴唇 就会有果子 愿平安 平安 归于远处的人 也归于近处的人 并且我要依置他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这一个人享受主 当我让主来摸主 主那个果水 才会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当我们享受到主 里面会觉得舒畅 一舒畅之后 自然而然 从我们身上 就涌流出来 平安的果子了 说到这里 我就很有感觉 因为底下来讲这一段 唯独恶人 好像斑坪的海 不得平静 其中的水 常有出污秽和淤泥感 我的神说 恶人 必没有平安 刚已经做了定义了 恶人不是很凶 恶人是不来亲近主 义人是什么 我们哪一个人是义人 我们说 没有犯很大的罪 那小罪常常有 不知不觉就生气了 看那位姊妹 奇怪 说要减重 没想到买了效益 又买回来吃 又吃了更多 这只是 不是 因为我们连一点小事 都会让我们生气 觉得看起来很不爽 那弟兄 比如说主啊 我要把自己全部 奉献给主 回去把上位 拿一个研究所 给这样的前途 大家会心理笑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我们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又从水深之处 看到一个故事 他就笑 这是两只猴子的故事 他有没有看过 他说有一只小猴子 天天在那里玩 小孩子 猴子 他的工作就是玩 玩才能成长 玩的过程之后 树枝很多 他就被叫伤伤 被乱乱乱乱乱乱 这个小猴子被刮伤以后 他就要常常走到其他猴子面前 把伤斗套出来给他看 你看我受伤了 又出来给他看 你看我受伤了 其他的猴子看了以后 都给他很多的建议跟安慰 这个小猴子弄久了以后 伤口常现出来 结果就感染死掉 另外一只猴子 另外一只猴子 猴子 猴子就说 我知道 我早知道 他会有这个下场 他就说 遇到这种事 最后就说 默默的 让他伤口自然好起来 都不要 闷不吭声 弟兄姊妹 你是哪一种猴子呢 我就要讲 有些人 主啊 常常自爱自脸 一点小事 或者什么 就常常觉得 主啊 我怎么这么恨 我怎么遇到环境这么多 就是想 常常吐苦水 常常吐苦水 哭到这 没有 你知道恶人是什么 就像这一讲 翻翻的 没有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常常自爱自脸 但是我就像那个老猴子 讲伤口自己好啊 也不要这样 不要那么悲壮好不好 主说 非常特别 那个伤痕 老猴子的伤痕很多 所以年纪到 伤痕很多 那 我们都不应该成为这种 应该就像刚刚我们弟兄讲 我们不仅要独间 我们要祷告 好 我们要歌唱来到喜安 你看刚刚他们分享有没有很喜乐呢 感谢主 主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应该活在主的光中 因为神应许 耶路啊应许 祂成为雅各家的救赎主 也要成为他们的拯救主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祂拯救 祂救赎我们 让我们的过半分罪灭得着了圣灭 祂是我们的拯救主 为什麽 因为祂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现在用祂化中的水来洗离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次的受伤 我们的伤害 虽然不说出来 在里面都是一道的疤痕 谁能够消除这个疤痕呢 最好的要刀也没有用 最好就是借着主化中的水来洗离我们 阿们 当我们向这位主敞开的时候 我们来喝祂 我们来亲近祂 我们就不用像那小猴子自爱自怜 也不会像那老猴子在那闷不吭声 把所有的苦吞进去 因为神赐给我们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会在我们的里面 就像这里讲的 愿平安 平安归于远处的人 愿平安也归于近处的人 主对我们是近的 所以我们需要来亲近祂 来享受祂 另外再来 他也告诉我们说 当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在禁食的时候 禁食 在禁食 为什么需要禁食 以色列人 神曾经告诉他们 为了许多的事情 他们需要禁食 但真正的禁食 这里他们在禁食的时候 有一些人 还寻求 自己寻求喜爱的事 又欺压别人 而且又吵闹 禁食应该是 我们在神面前承认什么 承认主啊 有许多的事情 主我需要的是 真正的就是你自己 禁食的意义 在这里注解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再吃主以外的东西 主以外的 并不会叫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 真正的满足 乃是这位神自己 这位基督 这位神经过过程 这位在士林的基督 今天就沉了那个活水 流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一个人禁食 并不是看起来脸色很难看 禁食是什么 感谢主 我们越享受主 我们里面就越喜乐 地上的东西 我们享受 不会叫我们觉得喜乐 这一周 刚好我遇到 我认识一个姊妹 这个姊妹 在二十五年前 当她还是青少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 相当乐观 笑容常态 这个笑脸 是灿烂的一个姊妹 服侍这种人 主啊 这是要我的命 这种姊妹 比较说 就不喜欢受放假 绝对不会怪怪 就再来听庄宇宗讲信息 我只知道后来她 大学到丹水去读书 读西班牙语到法国去读法语 读商业的 在人生非常灿烂 揮滑之后 后来她就生下一个孩子 没想到这个孩子 一生下来 她刚开始哇 这个很高兴啊 就看到这个孩子吃奶的时候 还会眨眼 她说从来没看到 孩子有这么可爱 然后她带去看医生 医生马上朋友进去 她说眼睛会眨眼 赶快急诊 赶快转神经内科 为什么 因为她是Bepilex Bepilex 是不是这个 蝶蝶 年纪 的 她就这样子 她说 我现在活 我没有出回人母的喜悦 这个孩子她取的叫做喜安 希望她成为为圣子 孩子教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无能 弟兄姊妹 其实你照顾孩子 照顾下来 会不会觉得无能呢 阿们 你要问周弟兄 周弟兄 阿们 而且听我更大声 像你们那种小圣人 我会讲阿们 阿里鲁亚 就是无人 这个姊妹他说 人所有的安慰到最后 劝到最后 他说实在 弟兄姊妹安慰他到最后都没办法 后来他就 有一天一个姊妹来说 那我们来读戒 他就想 他就问他最伟小的女人 好吧 所有的姊妹就开着带他 他就带着孩子去在那读戒 他说这个 他就讲这是他的读书会 组成分子 一个是补习班的名师 一个是大医院的小咖牧师 另外一个是牛肉面的老板娘 另外一个就是宅妈 是他 另外有几个留意不定的小姐 就是刚信主的姊妹 或者福利朋友 在读经就这样读 有一天他就得到 虾眼的需要 我说真正能够叫人而作帮助 是因为主的话 发出这样的话 那一天他读到虾眼的需要 有人就问说 这一个人生来虾眼 到底是谁犯罪 是他的父母犯罪 还是他犯罪 读到这里 大家就想起 他的孩子不仅癫痫 而且有多重障碍 而且还弱势 然后他说 医生就讲 这个孩子将来永远不会走路 但他的感觉 他看到许多妈妈 送着孩子去学钢琴 希望将来成为莫扎特 他说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将来长大 叫我一算妈妈救好 你看这样的情景 谁能救他 后来他说他读到那里 所有读书会的成员 天南地北伴来伴侣都有 他是各种情人 都不敢讲话 大家只好拿饼干起来吃 因为 他的孩子这样 就像这个虾眼 那个姊妹说 这个孩子 这种情景很像我 结果大家在台下说 嗯嗯 哎我不敢讲 底下 他就讲 他就读到说 这个不是这个孩子 所以也不是这个父母亲 还是要在他身上显著神的东西 他读到这里 然后底下他就继续读下 他说 那主怎么医治呢 就是主就要破了 破了泥土 然后就读在那个虾眼的眼睛上 那大家是 这个我们刚刚刚刚刚才讲了 几个鱿鱼不丁的小姐 小姐都是买东西 小姐就是这样 买东西都是提纸袋的 我姐妹买东西是提塑胶袋的 这是妈妈 小姐妈说 哎呦好噁心喔 怎么样这种方式 大家读一读 哦 你象征什么 你象征我们的人现 过目象征从主口中出来的话 所以 这个要得医治 必须有主的话 跟我们这个人调和在一起 所以他弄完了以后 就这样 这个破完了泥土就涂在他的眼睛上 涂完了以后 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说 要去洗 对 刚好有一个保姆 还有整个保姆 对啊 这个一定要洗 小孩子不洗手 这个细菌会感染 所以一定要洗 牛肉面的老板娘 没有用手说 这不行的话 其实没有瞎眼 泥土还挺上 看不到 所以一定要去洗 你看这种回答 这是不合真理的 那底下他就讲 洗 那底下他主的洗 原来洗是什么 感谢主 就是当我们受敬的时候 主是一次把我们洗礼 但是我们天天还需要借着圣灵来洗礼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主的话 让圣灵天天来更新洗礼我们 那讲完了以后 那马上就问他 那为什么要去西罗亚那边洗呢 他说 原来主要我们顺服 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 很容易障碍就拿开 必顺服主 你里面可能有一些还不能顺服 塞在你里面 叫你跟主之间有隔阂 主说你要去 去 当你共差遣 去的时候 顺服下来 这主的话 圣灵的工作 就在你身上应验 那这一洗洗掉以后 然后没过多久 遇到一件事 这不行 有两个女的 也很喜欢他 我一直带来 结果大家玩一玩以后 诶 大家看 诶 诶 这个女女儿这个 怎么身上有那个板点红好感 结果她说 这没关系 这是玫瑰疹 她讲没关系 这个妈妈一听 哇 我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不一样 我的孩子不能发烧 一发烧就会变险 哇 那一天这个小孩 就把她送出去 她马上用 有些女人喜欢用香水 她说她最好的香水就是酒浆 就把所有家具 只要那个小女孩摸过的地方 都一一的插过插过 一面插一面还祷告 主啊 我的儿子喜爱 绝对不能发烧 主啊 他不能发烧 他发烧我很难照顾 打罢完了隔天 他儿子发烧四十度 他就又形容 他儿子的肚皮上 长了一个熊啾啾的红豆出来了 在哪公片 她得玫瑰在里 她就开始抱怨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我姊妹我家 我参加小孩之后 怎样还会变成这样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就 jako 磨 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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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你也能够这样走过来 都是弟兄姊妹的属实 弟兄姊妹使 ara 眼底咱的 你还这样 她走过来后 就向主要好 后来就说 主啊 感谢 我的孩子已经这样 但是主 你要在我们身上说圣 无论是圣是食 我们叫基督在身上照常协大 还是交给你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讲说 我们如果来接触主的话 就像这里以赛尔书讲 你如何来经历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是我们的拯救主 我们需要来接触祂 来喝祂 接受祂的话 这样主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 才是真正的一致 所以我说感谢主 这位姊妹 我这样过来之后 也可以看到 在任何情况中 没有一个人能安慰他 当他带着孩子 一周年的时候 他只写一句话 他说已过三十年的装备 就是为这一年 拖着自己爬过来 但是他说感谢主 将过来之后 实在是见证主的恩典 够他用 就像科林多后书一章 三节 那里圣节讲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是当受送赞的 连续人的父 而受送赞的安慰的神 他说在一切的患难中 安慰 我们叫他能够用 从他所得的安慰来 安慰在各样的患难中的来 弟兄姊妹 然后我们来接触主 成为你的安慰跟告别 我们不知道 你照顾的小羊会怎样 但我知道 你说出来的话 喂养他将来 都会成为他们的帮助 好 请不要准备点赞